昨天台北市望角有一個地方叫做湯寶里 這是我們北台灣唯一一間的湯匆 已久數十年停散後 台北市就指定才是指定高值 經過當期的幾位還有精修 現在這個湯寶文化橫区 今天開橫路 現在就帶大家來了解 這段早期北台灣做湯的歷史 台湯五分的車載著一車一車 甘吃來到湯匆 這是台灣農村早期的外面 來到現代北部唯一在台北市的湯匆 並做湯寶文化橫区 有早期做湯匆的電視 又可以看到早期台湯的產品 上面都印到台灣製作 台北市的湯匆一九空半年 在萬華設立 是北部唯一一間湯匆 到一九四十年停散 只會做第四十四年 之後就並做成口 有很長的時間 在地人都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所在 印象它只是個 我們會以為它是像廢墟一樣 現在比較屬大眾化 那以前就是它整個圍牆圍起來 大家不敢靠近 斑加湯匆你這個地口名 就是對這間湯匆來 在台南用建復家台湯來建設 就是希望開放做工夫 總算湯匆的城口 紅基點做起點高潔 湯匆文化橫区 今年接受對外企言文 台湯的老闆匆看一眼來 更加高興 湯匆文化在台灣這塊土地 也帶動過經濟 帶動過文化 帶動過整個設計的團結 所以說這段歷史 大湯王朝應該再被拿出來 再來大家再先回味一下 湯匆文化橫区三個湯匆成口 分別幾位做電燃空間 加湯匆進出的藝術表演稿 未來也都會開放 讓社區的文團體使用 讓這個老闆匆 繼續演出在地人的基地 繼續往日陸庫好在台北報導